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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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钱出力者 同享功德 那希望各位 如果你住在云林 有溪水 去牙齿掉 我们会一直送过来 那是各位的面包 那有树有草 那就有鸟 蚂蚁 甚至有看到很多流浪狗 所以我们要对六道众生平等 送慈悲便当 用食物来上供下施 这样来表现我们的心 虽然大家都知道慈悲心 这个慈悲心如何化为真实的行动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慈悲心 去接触苦难的众生 我们就没办法达到空性 因为慈悲心是人人俱足的 就像妈妈爱小孩一样 但是妈妈就没办法说 以爱自己小孩的方法去爱 她讨厌的人 甚至一只小老鼠 所以她会觉得 她跟我不是我的儿子 所以这个我的儿子就是我侄 所以妈妈的爱还是要保留 但是你要是爱那些 你不关心的 你讨厌的 你不认识的 甚至很麻烦的 就像说 现在有一个生病 每天要帮她洗澡 排便的老人 要去住在你家 哇 你就起烦恼了 起烦恼了 你会说 一孤儿的我女儿 没有我去照顾了 你没办法接受 那这个就是没有空性 有我执 虽然我们有爱的能力 如果说这个老人是你的爸爸 你的恩人 那个鬼心姑臭臭的是你的小孩 你做妈妈 你自然会照顾她 但是如果别人的 我干嘛照顾她 这个就是有分别心 所以佛教里面讲 慈悲心一定要达到平等空性 那这个平等空性 那你就必须要 不厌其烦 甚至 接受苦难 甚至像释迦牟尼佛 您可把自己的眼睛 骨髓 用各种的痛苦的去牺牲 这样才可以 消除对自我肉体的执着 而且呢 也可以跟对方结下 很深的缘分 我老师跟各位讲 你如果想要醒昏 你一定要帮助把人下昏 这个人 还要向你闭 还要向你爬 后边又说你爬的 你实在起到要死 你也不能放起到他 你如果觉得很麻烦 不想度他 那你就 你不想度他 就会变成什么 念一下 不想成佛 那你就不是大乘佛教 不是大乘佛教 所以大乘佛教 不能讨厌任何一个人 这个人再不好 那我们不会跟他心不好 这个人坏人 远离二知事 不是说我就不要管他 我的心不会被他污染 所以就像我们要去监狱 我们要去度一个坏人 然后我心不会被他污染 因为这个坏人 心念不好的人 邪见的人 那才是佛要度的众生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个我执邪见 为什么佛要度我们 因为佛对我们不放弃 所以我对我意思说 虽然我们都有一个爱心悲心 对于很啰嗦的 甚至很麻烦的 很讨厌的 你都不能舍弃他 那从这里面 你才能够消除我职的慧 以及帮助各种因缘人的智 这两个要合起来 佛教叫 卑至双韵 那这个卑至双韵 是以慈悲做根本 慈悲做根本 你要想着麻烦 所以要祖鼻 祖鼻你就不能嫌麻烦 你如果嫌麻烦 你就没办法祖鼻 他是在悲的过程里面 又能够把对方照顾好 又能够断除自己的执着 又能够让对方将来 往生净土 未来成佛 那对我们来讲 实在有点痛苦 就像我们昨天 我们嘉义安排我们去特殊学校 很难 学生两百多个 老师一百八十个 为什么 因为老师一百八十个 他要每一个学生 至少要配一个老师 学生什么时候发疯 什么时候跌倒 什么时候乱叫 很痛苦的 而且听说 将近百分之九十 都是贫穷家庭 因为这种特殊教育学校 是国家办的 如果你有钱 国家不收 一定是你家里已经是 中低贫穷 然后你才有登记的资格 所以才能够把小孩子送过来 那国家来 帮忙你带这个小孩 请专人这么大的学校 然后每天八个钟头 然后还要送他们回家 还有更远更贫穷的 没办法送回去了 国家要养他 有五十几个在里面 但是这个叫菩萨 菩萨提供 那个是因为国家在做 那菩萨呢 菩萨认为说 这是我的感受 我怎么没去做 我就不是菩萨 所以我们最近 组了一个慈悲 基金会 乃至慈悲协会 希望各位都来做菩萨 所以因为真的有一点麻烦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都免贡自己去做 对我来讲 这就是我现在在修的 虽然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但是至少就朝这个方向 但是你越排斥他 你就越累 你越不排斥他 好像就越轻松 为什么 你就会得到更多的护持住缘 本来你要用十分力的 都会变成三分力 你想痛得要死的时候 就不会痛 很特殊的 就像佛陀在被割的时候 被杀的时候 痛到极点可以昏倒 但是当他痛到最痛的时候 他就发起他的怨 我这样子痛 是为了能够成佛 让杀我的人 伤害我的人 让他也成佛 他就在最痛的时候 保持这个悲心愿力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气入空性 就突然感觉到没有痛 而且所有的痛苦都恢复了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 其实修行真是一个 一个自我降服的过程 你没有这样自我降服的过程 你就没有办法达到 完全断我直 阵入真正的空性 你如果没办法这样 那你就没办法成佛 那真正的空性开始 那时候才是真正的 在有间 比较容易度众神 也不是就近度众神 就近度众神还要腾你成佛 这是说 所谓 真正正入空性 我现在不常死了 你叫我跳到会了 你叫我去逢台 你叫我去逢台 那只阵子 要向台 我说 稍微叫 那只要叫 好啊 你要叫那只阵子 我给你台识 我就给你叫 你钱都要给我 我给你台识 这样好不好 你会说 好啊 因为你正入空性 对你来讲 没有面子的问题 没有寿命的问题 没有生死的问题 反而这个施济先生帮你快一点成佛 所以我们的主逼 那各位就要开始断烦恼 改变个性 降服自己 而不能随顺自己 随顺自己 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免凶 所以佛教叫忍 法忍 免凶 去改变你的想法 改变你的个性 甚至有些人心里总有一块东西 不能被侵犯的 像一个男人说 我们老公对我怎样都没关系 我女儿我就要给死 连这都要放下 你的生命没有底线 完全没有我 没有底线 完全无条件的 都可以接受一切 只要是符合慈悲的 符合真理的 我都可以接受 就像各位在布施前 我们也不是没钱有钱 而是说 你今天有100块 你叫你拿10块出来 这没问题我还有90块 要叫你拿90块出来 纯10块 说这样不行 你要跟自己相拼 神主做着菩萨是 100块 我100块都要给他 不然也没够 但是你也要给他 你变没钱了 那这个时候 你才了解说 这我有在修行吗 我还有没有在修行 因为我说我要资逼 结果我100块拿不出来 我要拿10块给他 这个时候你就要挣扎了 那当然哪一天你就要修到 对100块 先保释10块 变20 变30 买了你有办法保释 100块完全保释 这就是可能要进入空性 断五次了 因为你只想到对方 没有想到自己 这个叫空性 想到对方 还有足备 完全无误 那这样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 我们不可以用修行 每天来打坐 拜拜 参加法会 那是一个作品 那修行 当我们面对这个 众生苦 或无常变化的时候 你的内心自在嘛 今天一心说你中得不症 那是你要挣扎了 我再交代好洗好洗 又笑了 你怎样黏粉 你就很平静 不会怨 你不会怨 辛苦很痛 你也不会怨 因为你 你的 你的心灵的力量 已经超越你的肉体 别人感觉你很痛 你说这不会啦 这没什么事情 因为 所以这个就是你 你的心灵的力量 所以 那我这样说 各位 修行 跨境电是很简单 但是要用那种 跨境电的 所了解 来面对这大 变化无上 没法接受 听一下 难忍能忍 难舍能舍 难行能行 你不做这些困难 你就没办法自由自在 要做一个世界的自由自在 这种空性 你一种心的菩萨 没法接受 那你就要颠覆自己 降伏自己 我没高兴 虽然我好心 我也没高兴 一切都是为对方 那我们